应该都吃过来一块 什么感觉 这么苦的话 我们一会儿可以把它做成好 不要太宽了 太宽了它不容易炸透 我们这边就放在旁边煮着 这边我们的柚子皮需要 放到开水里面去给它焯一下 滚一下 可是这是去苦的一个方法吗 对 而且你看糖 我们要加点糖 糖不可以综合苦味的 当苦遇到糖的时候 苦就烟消云散了 至少可以掩盖苦味 而且这个焯水 它会把这些苦涩的味道 溶到水里去 溶到水里去一部分 再加上它会吸收一点糖 这样可以去点味 一会儿我们炸的时候 还要放上糖 然后就是用糖来遮盖它的苦味 就是说它去苦是一个难点 也是重点所在 是的 好 烫到什么程度大厨 差不多有30秒左右 30到40秒吧 给它烫一下 因为我们切的已经很小了 OK 我们这边准备了一锅清水 就是要把它放到清水里过凉吗 对的 过凉的目的呢 去苦味 还是去苦味 那我们这个凉水里面 要不要再加点糖 这个就不要了 这个主要是要让它浸泡 或者说我们用流水来浸泡 流水 就是我们把那个 水龙头开一点点 一滴一滴的这样让它往下滴着 然后让它这个水在里面循环着 让它尽可能的把这些苦涩的东西呢 溶到水里去溶解出来 是水溶性的 所以我们就是多给它接触水 这边我们有看到柚子的通通都已经泡在水里面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好大厨 那我们要把这个水呢 再给它钻干 哎 钻干它 因为它像一个海绵一样 它是吸出水分很多的 所以说我们在正式上油锅之前 要把水分几量的排除一些 这样呢 它的这个苦涩的味道呢 就会很轻了 是吗 那我现在尝尝看 是是 它现在苦味还有没有 哇 有一点点 但是不是很明显 不像是你一开始吃的那么难以下咽了 没错 最初一开始的时候 吃完之后整个蛇的位置 哇 就整个像是被苦到那种 麻了 实在还好 没问题 可以接受的 那我们这个呢 做完以后呢 要给它调味 少许来点盐 好 然后呢 还是糖 糖呢要少 这会儿不能给多了 一点点糖就行 糖和盐就这么简单吗 现在 对 就是盐和糖 然后呢 我们的虾仁放进来 虾仁是不是生的 大厨 对 然后虾仁如果很大的话 我们可以改一改刀 变成虾粒 然后呢 就给它生粉 生粉 为什么不用面粉呢 大厨 面粉呢 它这个筋性太大了 一定要用生粉 生粉的这个感觉呢 它比较有这种粘腹性 它在成熟的时候呢 会比较粘 这个呢 就抖散抖干就可以 然后呢 放几颗冰糖 这个冰糖呢 也不要很多 要小颗粒的最好 给它放里边就行了 好 这个呢 初期的处理 就这样就结束了 用生粉 还加一点冰糖在里面 是不是 那我们这个油呢 烧到五六成热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 倒到一个油 油罐里去 为什么还要再把油单独 这样子取出来呢 一会您就可以看看 是怎么搞的 做烙呢 就是这样做 那这个时候 这个油锅呢 是非常滑的 好 那我们把这个 裹好生粉的这个柚子皮呢 来给它 但现在我们锅里面 是有一些油的 是吧 是有一些 有一点底油 好像非常少 然后呢 我们先给它 给它在里面摆好 摆成一个 这个饼的样子 这就说 为什么要用生粉 先给它摊平 厚薄 要它均匀一致 当它这个下边呢 我们一直点了好 下边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那我们把刚才加热好的这个油呢 再倒回去 哎呦喂 是这样 也就是说 我们一定型之后 就可以把刚才已经加热到五六成热 还有很大热量的油 再重新反锅 对 这样呢 它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油温 然后让这个柚子皮呢 一下子就有一个硬壳 是这样 是这个样子 这个方法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做的这个 真的很特别 就是油不是说我们把食物丢到油里面 而是油呢 丢到食物里面 对 这样它那个形就比较完整 对没错 这样可以做成个烙饼 没错 我们的火力是很大的 对 一直要用大火给它 一时炸到它成熟就行了 成熟的话一般几分钟 它就会硬壳了 差不多也就两分钟左右 两分钟左右 哦 那我们等它一下 一会儿就能吃到好吃的柚子皮虾烙 来 叫鲜虾柚皮烙 好 好 那我们这个看着它硬挺了以后呢 就可以取出来了 哦 坑坑油 把它放到一边 哦 很想试试它那个口感 现在有没有发生变化 是 你就担心它苦不苦 你第一次尝普通柚子皮 然后 初加工的 然后最后吃的 肯定这个味道会越来越好 那我们在吃之前呢 我们最好给它 改一下刀 我感觉它很轩 因为您切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到它那个软度了 有点像萨奇马的感觉 对 有点有点 特别像萨奇马 有点硬壳 对 那我们要撒一点这种 五颜六色的小丁 洋葱丁 包括这个红椒丁和青椒丁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